香噴噴的烤肉 月餅 样样都是中秋聚餐的好伙伴 但台北市卫生局抽验中秋食材却发现 有三件标示不合格 里头还有一件有农药残留 红毛丹 那它是剪出我们的农药残留 沙虫剂的在面临它的超量 包装标示写到它是检验合格的一个产品 它事实上也涉及到夸大不实的部分 这款含有农药超标的冷冻红毛丹 是在网路上贩卖的烤肉组合里 依法开罚6万到2亿元 另外里面还有高粱酒香肠 也含有季二锡酸 虽然含量合格但一样没有标示 卫生局已经要求业者下架 并持续追查商品流向 就怕过了一个中秋 民众都被月饼养胖 卫生局也教大家怎么吃最美负担 看起来是比较金黄色的那种 就是比较属于广式月饼 那它的热量的话会相较 台式月饼会肉量比较高一点 那一个月饼如果可以跟同事 或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的话 我觉得就是有吃到月饼的感觉就好了 营养师建议吃油腻腻的烤肉 和甜滋滋的月饼 最好搭配无糖饮料 不只解腻也减少负担